2018年DSE Maths Paper 2 第35條 第35條是給了一個Sequence If the sum of first n term of a sequence 是6s²-n, which of following n is true 他沒有告訴你這個是As and GS 當然,我們可以知道一些東西 如果它的Sum of sequence 是一個 quadratic form 它一定是一個As 如果你有這些知識的話,這題目會比較容易 我現在提出這個問題 假設你沒有這個知識也可以做 我開始看 你可以立即剪掉第3 剪掉第3,就是1,2 看這兩個是否正確 第一,這是Sn 6n²-n 我們要明白Sn的定義 就是Sn是t1加t2加tn 現在找到22是否正確 即是某一個Tn 是等於22 看看有沒有n出現 當然,我們不是把Sn 收入去看 我們要找Tn出來 如果Sn是這個 如果Sn是這個 Sn-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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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這個 就是T1加到T2加到Tn-1 留意一下,這個很少同學 用這些方法去處理問題 你將Sn-Sn-1 所以我們要找Tn 就是Tn 就是Tn 就是把N-1 把N-1 代到N-1 這個Sn-1 這個Sn-1 化減 就是12n-7 你看它是一個linear linear是一個AS 第一次是12-7 就是5 所以我們馬上看這個詞 第二件事 這個答案不用考慮 可以選擇的答案 如果你可以這樣看 問題就會快很多 接著,我會選擇 就一定要選擇所有東西 讓你看 22為何不在這個定義 將這個數 12n-7z 就等於22 我發現解決出來 N是一個分數 它不是一個整數 即是6 沒有一個定義 就等於22 好 接著是T1 即是5 接著是Geometric 不用考慮 這個 你代入去 做些Counter Sample T3 over T2 看看等於多少 和T2 over T1 等於多少 又是說一句 有些東西 是清晰的話 其實不用做這部分 可以 但現在我會選擇 給你看 它兩個不一樣 所以它不是一個gs 好 我們有35條 所以答案就是boid 好,我們看看下一條 公司 作詞 2 1 3 7 4 5